尊丑 三五年必须大 不大那个虫都控制不住 1996年开荒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水质很好 就从这一片地种了以后 水质越来越差 就在最近这几年 就已经严重到水都不能喝了 地坤已经累起来就跟石板似的 十多年前我就感觉到不对头 我们这个地越种越不行了 空气越来越不好了 将来我们怎么办 孩子们下一代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环境 不图了 建成的北云地区 北云地花 我们大家的地地 这面有花 我个山地地涵牙水 藏 是藏手 针对农药化肥过度使用这一问题 育儿保护协会从2015年开始 在CNA基金会的支持下 启动了来种田项目 旨在带动农户从常规种植 向有机种植转变 作为国际领先的 生活多样性保护非盈利机构 锐儿保护协会有一整套独到的社区工作方法 能有效地激发农户 进行环境友好的行为改变 没有考虑是不可能的 我发意这个邮寄能不能成功 对我们老百姓有啥收益 咱们老百姓说的就是事发 种的不挣钱 那不是下忙了一点 农民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一些新的观点 为什么外来人都是认为 你来实现你的任务 多年的项目经验表明 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农业技术的引入 很难在农村社区推广到我们的这个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就大力地加强了有关社区的工作 我叫七手铁 来自四川的这个地方有三十多年了吧 但是做棉花有十多年 快二十年了 这两张是到武汉去的时候 在武汉培训的时候 照着照片 回来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广告牌 又做这些海报 小测验 反正有机会我就扎到人堆里去了 着急孩子或者家长在一块儿 目的就是说让孩子也开始从了解 让孩子来影响父母 大人也就是通过加微信就跟他们发了一些关于在有机面的这些知识 种子技术 让他们认识这些东西 微信群今晚上也要发个通知 我说一般都叫 华尔公司的一个专家团队 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到我们地里面手把手都教我们 怎样子播种 怎样子吃费 怎样子教水 就下定决心我们赏试一下 黄头没有 黑头没有 虫没有 第一次做有机面比想象中的好得多 这个有机肥的肥肥比市面上的普通肥料肥肥时间长 我在20天没下肥肥的时候我的面发一直在长做的 好 开始 那我们定期去邀请对有机产品感兴趣的这些品牌 来参观我们的基地 让我们的农场跟品牌直接建立联系 这样的话在几年以后他们真正的拿到有机认证的时候 就可以有这个市场链接的能力 然后去可持续的 自我持续的去发展这个项目 这也有趣 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 anyhow难以为工作人员的穿擀 然后能够更加尊重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服在我们的衣服 然后设计的方式 我们认为我们的辑色 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牌比较的 我们的红衣服 我们知道我们的衣服 和我们的衣服 我们知道我们的衣服 我们知道我们的衣服 咱们以后必须种友谊 友谊对咱们好处太弱了 不管争钱不争钱 咱们生的才是本钱 请不吝点赞订阅